嗨,新年快乐 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有什么愿望和计划呢? 我希望新的一年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学好汉语 另外我还希望 可以有时间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那一年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学好汉语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刚过完新年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大家知道1月1号在汉语中又叫什么吗? 1月1号在汉语中也叫元旦 所以1月1号的时候 你可以跟别人说新年快乐 也可以说元旦快乐 元在汉语中有第一的意思 大家看旦这个字 像不像是海上升起的太阳 所以旦在汉语中指的就是早晨或者天 元旦语中 元旦意思就是第一天 那现在问题来了 到底哪一天才是第一天呢? 也就是说到底哪一天才是元旦呢? 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下朝 元旦指的是农历的1月初一 可是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商朝 元旦又变成了农历的12月初一 因为商朝把12月当成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到了周朝 他们又把农历11月当成一年的开始 所以元旦又变成了农历的11月初一 再后来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统一了全国 他又把农历10月定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所以元旦又变成了农历10月初一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元旦太忙了 一直都在变来变去 后来秦朝灭亡了 到了汉朝的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规定 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应该是农历1月 大家发现没有 元旦这个名字又回到了农历1月初一 从那以后的2000年里 元旦一直指的都是农历1月初一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新年 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清王朝灭亡了 中华民国引进了杨历 并且规定 杨历的1月1日是新年 同时他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庆祝农历新年了 而改为庆祝杨历新年 可是大家庆祝农历新年的历史已经有2000年了 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呢 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政府庆祝杨历新年 普通百姓庆祝农历新年 大家各过各的新年 为了推广杨历新年 当时的政府禁止学校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放假 他们甚至会处罚那些关门回家过年的商人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政府决定 既然已经有两个新年了 那就两个新年都过吧 杨历的新年叫元旦 农历的新年叫春节 好 这就是关于元旦的故事 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这个故事 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哦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的汉语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天天汉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嗨 新年快乐 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有什么愿望和计划呢 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学好汉语 另外我还希望可以有时间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那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刚过完新年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大家知道1月1号在汉语中又叫什么吗 1月1号在汉语中也叫元旦 所以1月1号的时候你可以跟别人说新年快乐 也可以说元旦快乐 元在汉语中有第一的意思 大家看旦这个字 像不像是海上升起的太阳 所以旦在汉语中指的就是早晨或者天 元旦意思就是第一天 那现在问题来了 到底哪一天才是第一天呢 也就是说到底哪一天才是元旦呢 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下朝 元旦指的是农历的1月初一 可是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商朝 元旦又变成了农历的12月初一 因为商朝把12月当成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到了周朝他们又把农历11月当成一年的开始 所以元旦又变成了农历的11月初一 再后来中国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统一了全国 他又把农历10月定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所以元旦又变成了农历10月初一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元旦太忙了 一直都在变来变去 后来秦朝灭亡了 到了汉朝的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规定 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应该是农历1月 大家发现没有 元旦这个名字又回到了农历1月初一 从那以后的2000年里 元旦一直指的都是农历1月初一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新年 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秦王朝灭亡了 中华民国引进了杨历 并且规定杨历的1月1日是新年 同时他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庆祝农历新年了 而改为庆祝杨历新年 可是大家庆祝农历新年的历史 已经有2000年了 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呢 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政府庆祝杨历新年 普通百姓庆祝农历新年 大家各过各的新年 为了推广杨历新年 当时的政府禁止学校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放假 他们甚至会处罚那些关门回家过年的商人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政府决定 既然已经有两个新年了 那就两个新年都过吧 杨历的新年叫元旦 农历的新年叫春节 好 这就是关于元旦的故事 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这个故事 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哦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的汉语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天天汉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